以太利甲組聯賽的比賽由祖倫達斯在主場面對著基爾和 祖倫達斯是綁上的球隊明顯是領先第二位的拿波里 基爾和其實是包尾的球隊 上面的初段雖然祖倫達斯一直是佔優勢 但也看到基爾和有這個射門 33歲的前鋒,未早年來的射球 被這場球祖倫達斯的正宣門將配聯救到 基爾和有很多球員在一個青春球隊中 祖倫達斯在速度上絕對是佔優的 一波見到迪巴勒讓給拉斯哥斯達 推了一段跟著來的射門 開球12分55秒為祖倫達斯打開紀錄 比較特別是拉斯哥斯達這個入球 就是今季在聯賽中開齋之作 又見到祖倫達斯的攻勢,迪巴勒 和賓納迪斯基來一個護傳 先將過來這邊的斯洛娜道 搞亂了拐環,來一個射門 這個球有少許飆在門將那裡 39歲的門將蘇蘭天奴也沒有脫手 又見到都是祖倫達斯的攻勢 來到拉斯哥斯達比安出去,迪巴勒壓進去 接著通過坑勒給安利監,一同一擺 完半場戰就令到祖倫達斯領先到2比0 那一下迪巴勒很巧妙地通過 就是防守中場的拉道雲奴域的坑勒 上半場祖倫達斯領先2比0 下半場的比賽 看見到右閘的射門 接著跌到這邊,到加拉斯哥斯達 下一個頭櫛撞到新道 26號會生液的新道 以為數回10戶 但這個頭櫛又被蘇蘭天奴救到 接著這場球很搶眼的斑勒迪斯基 出發省中場,一出班尼 這一下就是一個射門 陪他在斯哥斯達 省中手,否則還給了王牌 中到手的班尼 射上這一下要避都很困難 看過VR之後,圍事原判是4號 但斯羅雅奴的12馬射不進 很精彩地被蘇蘭天奴捉到路 雖然那球很強,角度也不錯 但仍然是破了出界 下本場,總雲達斯看起來是有點鬆的 基和,連回調動之後 有一段時間都有一些攻勢和起色 基本的湯姆奴就拿回中堅的球員 出發外圍,又有一個射門 整個配鏈都要很努力地破舊 射球是中堅的綠色天妮 在這裏到最後10分鐘左右 有一個罰球,巴勒迪斯基 滾到進來,被路根尼 這位中堅又是開差入球 總雲達斯贏了3比0 這個罰球來自馬道迪 被對方的球員在大禁區垂直線前低 而出現 最後總雲達斯也能夠很順利 很輕鬆地贏了基和3比0 保持聯賽的優勢